如果你們敢扣押一個菲律賓的漁民的話 我們就綁架十個中國人還擊 接到是綁匪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抓到這個夏克福了 他贖金就一開就是 2500萬人民幣 結果沒想到最後兩個都被失票了 他說如果超過二三十萬 就代表他其實就沒有要你活命 他給你要兩千多萬 本來就沒有讓你活著回去的 之後這個東西 中國人非常緊張 新華社底下的一個網站叫做牛彈琴 你們還特別想到 如果你現在你跟你的朋友 接到菲律賓非常熱忱的商務邀請的時候 你要小心是不是會中了圈套 因為現在就發現了 很多中國人到菲律賓要去進行商務旅行 要去進行商務談判 一進去就被盯上 盯上了以後竟然就會綁票 綁票你說付錢就了事嗎 沒有 付完錢竟然就把你給失票了 光潔目前中國跟菲律賓的關係 真的是史上最差的一個時間 有這麼惡劣 為什麼這麼惡劣 你看現在中國全民在討論什麼 在討論說我們有兩個中國人到菲律賓去 被綁架然後被失票 被殺掉的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新華社就直接警告 你最好不要去菲律賓了 不要去菲律賓了 菲律賓能有多大的生意啊 他就直接跟你說 賣去賣去 他直接講 現在中非關係這樣糟糕 菲律賓能有多大的生意 這是新華社講的 所以新華社意思就是賣去菲律賓 而且他直接講 菲律賓什麼 唯邦不入 亂邦不拘 對 所以中國現在討論這個失票案 而且現在把很多過去的失票案 綁架案都講出來了 所以他們就直接說 你裡面在菲律賓有一個綁架的這個 這個供應鏈 那你專門在綁我們中國人 所以你知道 市長 他說甚至連付錢的 你還會照顧那失票 所以他們形容這叫黑色產業鏈 對好 那中國的氣氛是這樣 那菲律賓的氣氛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南海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船不斷來撞我們的 我們很多人受傷 那很多人受傷後 他就說 如果你們敢扣押一個 菲律賓的漁民的話 我們就綁架十個中國人還擊 所以你看 真的現在雙方的氣氛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在這個南海上面剛剛講的 你看到了四個中國的漁船 就這個畫面 我去包抄一個菲律賓的船隻 然後等我拿著狼牙棒 我拿著斧頭我衝上去 甚至有一個人 他的手指頭都被砍掉了 上次方講的 你的螢幕也被砸碎 現在菲律賓人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就火大了 所以現在有基金人士講 你敢綁我一個 壓我一個 我就綁十個環境 所以兩國的氣氛如此之糟糕啊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 中國跟菲律賓 因為這整個這個南海的這個氛圍來說 變得這個氣氛相當相當的 這個緊張的這個狀態 那這一波的風暴從哪來的 從就是說這兩個人 夏克福跟孫進 兩個人都是醫療單位的高管 兩個人分屬不同的公司 兩個人同時 到達了這個菲律賓之後 沒有想到 一下飛機就被盯上 一下飛機就被綁架 綁架我即使付了贖金 我照常被撕票 對沒錯 這兩個人 一個叫夏克福 一個叫孫進 夏克福其實他本身是中國籍 那他是這個 蘇州一個潤麥德的公司的這個高管 然後他在有一次的這個展覽 會議上面認識了孫進 所以他們兩個就有關係了 就有關係一起做生意嘛 然後後來呢 這個孫進就跟他說 這個我們現在在這個 在這個菲律賓 認識一家Murder的公司 那有一個行銷商叫李娜 那李娜他就說 他跟菲律賓總統非常熟 我們去做生意 一定沒有問題 對 所以他們就說 好 真的似乎是這樣 於是他們兩個就約好了之後 就抵達菲律賓 抵達這個瑪尼娜 就抵達瑪尼娜 沒多久之後 保姊他們就人間蒸發了 下飛機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他們家族一直不斷地打電話 給他們兩個人 都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的這個 手機有接到 結果後來接到的是誰 接到的是綁匪 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抓到這個夏克福了 那你要這個 交付這個贖金 那贖金就一開就是 2500萬人民幣 那你幾百萬人民幣這麼多 對不對 他們當然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報警了 報這個菲律賓 或是報這個 中國的大使館 去處理這件事 那因為這個贖匪就說 你再不交贖金的話 我會把他撕票 他們當然家屬很擔心 所以家屬先交了 300萬人民幣給他囉 這也不少了 對 交了300萬人民幣 結果沒想到 最後兩個都被撕票了 照樣被撕票 對 照樣被撕票 所以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這個孫敬 他是美國籍 所以你看 現在是FBI 還有中國警方 都已經在介入調查這件事 那這件事被渲染成 你看 菲律賓濫殺這個 中國的這個公民 黑色產業鏈下面的 個亡魂的這個狀況 而且剛剛講 那只有單一事件 你可能還不覺得 那麼金口 如果單一事件 新華盛 也不要講說 為邦不入 亂邦不居 另外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很多狀況 現在整個微波上面 就有很多的對話 說我有個朋友 去菲律賓考察 一落地就被綁架 交完贖金 照樣被撕票 他講說這個菲律賓很多 你最好不要去 他說我當時付贖金的時候 剛剛講 你付二三十萬的人民幣 還可以要命 還可以活 他說如果超過二三十萬 就代表 他其實就沒有 要你活命 所以剛剛講 他跟你要兩千多萬 是本來就沒有 讓你活著回去的 對 邦居 實際上這個氣氛很詭異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也很多台灣的商人 或是很多各國商人 都有被綁架過 那你綁架過 通常他們黑道都是 就會把你放走了 就是大家也是 就是反正我們需要錢 我要的是錢 對 要的是錢 很少有這個撕票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會撕票呢 保證我這樣 這就是跟中國 跟菲律賓的關係很差 這些黑道 反正我殺你 有些 你看 有些黑道綁你來說 看到這個 你們在撞我們的船的時候 他當然也會氣憤啊 所以我就說 這其實是一種民族氣氛的 這個一個渲染 所以現在很多的媒體 就已經不說了 現在撕票的信息已經曝光了 現在剛剛講的 這些為什麼一直發生 這種綁架中國人 撕票中國人 剛剛講 真的跟中國跟菲律賓 現在的緊張關係有關 對 沒錯 這在去年10月 2023年10月的時候 有一個中國的徵信商人 一家六口被綁架 六口被綁架之後 後來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們家裡面來說 就是綁他們現在已經被抓到了 是他們的司機夥童其他人 把他們六個綁架 後來全部都被撕票 六個人全部都被撕票 那目前找到四具屍體 但是另外兩個應該也是完全 好可怕 沒有可能會生謊的狀況 另外你看 今年來的6月2號的時候 有菲律賓馬尼納附近的時候 兩個菲律賓警察 騎著這個電動摩托車 然後攔截了一輛載 有三名中國人 還有一名馬來西亞人的豪車 然後就把他們拖上車 警察 然後就把他們拖上車 拖上車之後 要他們的支付錢 後來付了 後來付了31萬人民幣 才能夠走 這是警察抓他們 是警察 所以你要說 為什麼人家就說 菲律賓有所謂黑色產業鏈 我們以前常常有句笑話 就是說 全世界的警察最快抵達 案發現場的是誰 是菲律賓警察 因為他就在現場 因為他就在現場 所以你都知道 實際上那個惡習 當然目前為止 菲律賓還有部分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看他們 現在下手的目標都是誰 都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 我下手你剛剛好而已 我們民族仇恨 我剛好下 所以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綁架很多的 所謂的主使者 真正控制的人 對 都是菲律賓的警察 而且你知道 菲律賓有要做什麼 他們就說我們為了改善 這個中國人被綁架這個狀況 他們還派 這個菲律賓的警察 到中國去學習 甚至還學中文 就希望說 我們以後來 改善跟中國的關係 處理中國的事情的話 可以處理的比較快 但沒有辦法 他們目前為止 就是整個 中國跟菲律賓的民族情感 真的是降到冰點的一個狀況 好 另外一個 剛剛講的 中國現在剛剛就是內憂外患 內部剛剛講的問題一大堆 他在外部開始講 他直接跟菲律賓開幹了 直接剛剛講 我不懂 你現在明明外面 你知道怎麼講 你只要遠交進攻 你總要跟人家合作 沒有 現在全部都是他的敵人了 沒有錯 我實在搞不清楚 為什麼中國要這樣做 那麼在習近平 在當時跟杜特蒂 不是非常好嗎 現在小馬可是呢 你卻用這樣的方式 來對待菲律賓 你說中國兩艘船 直接用水砲攻擊 中間那個是 菲律賓的船隻 寶傑不好意思 到後來追加到四艘船 四艘打一隻 你可以看到嘛 菲律賓的巡逻艦是不是比較小 旁邊是中國的海警船 那個你看規模是兩倍以上 而且你用兩艘呢 那麼來對付他們嘛 然後結果你這樣噴 那個強力水柱 這一艘這個菲律賓的海巡的艦艇上面呢 還搭載著外國的記者啊 所以整個過程全部被這些外國的媒體呢 給拍下來 兩個那個那個強力水柱 其實他們總共有八次 用八次拿到的強力水柱這樣噴啊 造成了包括菲律賓海巡艦 他們一些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設備等等天線啊 因為這樣而毀損啊 雖然人員沒有受傷 但是已經造成一些毀損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很簡單 中國不要讓這個相關的 菲律賓的海巡艦 它另外還有一艘 還有另外有一艘這個相關的公務艦呢 也是用這樣水泡的方式 直接直接碰的打過去這樣子 它不要讓它靠近黃岩島 事實上它離黃岩島 還有大概35海裡以上 但它就不要讓它靠近黃岩島 那菲律賓的意思就是 哇我們來是補油料啦 補給品牌 所以我現在看的畫面不是下大雨 是中國的水泡不斷的公頃 這也太誇張了吧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就用這個大型的水泡這樣一直攻擊啊 而且不是攻擊而已 還用無線電 那麼不斷的廣播 意思就是說 那麼用中英文廣播 你們已經入侵到中國的這個 等於說海域了 你們趕快離開啦 幹嘛 我的一切後果呢 你們自己負責 你用大砲打小鳥 我問你 你到底想跟菲律賓怎樣 你要想把整個南海 全部菲律賓的全部都佔為基有嗎 那除此之外 它也不要讓這個等於說 船艦開始過靠近這個黃岩島嘛 它拉了380公尺的海上屏障 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叫海上屏障 你把它想像是飄浮在海上的鎖鏈就好了 我們船隻過去的時候 我們是靠後面的螺旋槳這樣子移動 然後船隻才推動往前嘛 你把這個海上屏障 放在這個地方以後 船隻如果過去的話 攪上去了以後 這艘船的動力就再見了 就完蛋了 所以你用那麼大的一個陣仗 來做什麼呢 我一直不懂 你到底得到什麼 不是只有四艘大型海巡艦而已耶 後面還有六艘以上的這個海上民兵船 海上民兵船的後面還有一百多艘耶 一百多艘 總共出現一百多艘的這個海上民兵船 難怪現在菲律賓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惡劣了 我問你 你就在逼菲律賓嘛 為什麼呢 你就在逼菲律賓 你把整個菲律賓全部推到日本跟這個 等於說台灣還有美國的這個第一島鏈 讓它鎖得更緊嘛 因為你這樣做了以後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菲律賓的這個 這個經濟不是那麼好 所以呢它的戰力沒有那麼強 國力沒有那麼強 陸海空軍沒有那麼強 但是你一這樣做的話 我問你菲律賓是不是現在就把巴拉望島 唯一讓美軍可以對準整個南海的基地 給了美國嘛 現在美國在南海特別在這個區域裡面 它有越來越多的港口 越來越多的空軍基地可以用了 我問你嘛 之前有部署過這個 所謂美國有在這個南海 部署過所謂的戰斧巡運飛彈嗎 沒有 沒有嘛 這次衝著你來對不對 貓標6飛彈 那麼包括這個戰斧巡運飛彈 在這次肩並肩的相關演習裡面就來了嘛 來了以後呢 來了走不走 它未來有四個發射系統 全部會在菲律賓的巴丹島跟巴拉旺島 所以放著不走了 不走了以後全部都圓圓不斷的飛彈的 炮彈的全部都運來嘛 這是你逼菲律賓的嘛 很簡單 我菲律賓自己本身講說 我不介入喔 我不介入 但問題是 我菲律賓的小島 如果到時候被人家攻打的話 所以這次肩並肩 為什麼 為什麼 美國跟這個等於說 菲律賓直接16700名 直接16700名演習的阿兵哥軍隊 直接演練如何奪島 我問你嘛 誰會去奪菲律賓的島 不就只有中國嗎 所以如何奪島 而且更可怕的是 菲律賓跟美國的共同的防禦條約裡面 直接把南語的島語直接公開的講進去 菲律賓講不算數 美國把它講進去了嘛 所以這次肩並肩 事實上來了法國 來了澳洲 來了美國 他們也正 日本剛剛好 剛剛把四套日本的 這個價值30億的雷達 送給了菲律賓 源源不斷的艦艇拿這些武器 全部送給他 這不都是你中國自己招惹來的嗎 我們現在看到了 在南海中飛發生了一個衝突 剛剛講 你現在看到的是 兩個中國的前一個艦艇 包圍了一個菲律賓的橡皮艇 橡皮艇以後 然後就用夾擊 夾擊 夾擊 夾擊後面還有一個中國的海警船 然後呢 我把你四面包抄 四面包抄 你幹嘛 來拿斧頭 拿棍棒 拿匕首 直接衝到了這個船上 船上了以後 就開始打砸搶 把上面的繩托的機具 全部都給砸掉 那你想說 那菲律賓是不是就吃了悶虧了 菲律賓就倒霉了 結果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更多的畫面出來是 在當時你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菲律賓開始動員了 菲律賓居居然硬起來了 菲律賓居居然氣起來了 他動員他在菲律賓道的前線 他動員他在菲律賓開始組裝 還有 他們居然 把印度給他的布拉莫斯的導彈 就定位了 對 保倫哥 這個就像說 菲律賓原本的 要用這個運輸補給傳說 到這個時候我們講人愛交 結果沒有想到遇到了 海上8加9 各位 這個行徑真的跟8加9 沒什麼兩樣 為什麼 他左邊先B車 右邊在B車 前面在B車 後面還是什麼 還有一台追著你 四方夾擊之後 一下來一言不合 馬上拿刀 拿斧頭 開始往往的玻璃砸 甚至把一個人的收的給弄斷 其實我原本大概以為說 菲律賓可能痴痴悶會 對嘛 就認了 摸摸比就算了 回到家哭一哭就沒事 不是 他們抓狗了 你敢這樣對我 連菲律賓抓狗了 抓狗 意思是吧 你拿刀拿斧頭是不是 我就掉爹西來 我拿大炮火箭來 什麼意思 他馬上就掉用他們才剛買的 各位 這是新買的阿 印度所最新生產的布拉莫斯導彈 他就在做什麼 馬上各位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畫面是突然夜半的時候 有一大堆貨車在跑 對 你說雨萱給我們看這個幹嘛 這車不是 這全部都飛彈車 就全部都是布拉莫斯飛彈車 他們直接幹嘛 把所有能調用的 我拖著車拖著炮去的 對沒有錯 把全部最新剛買的裝備 可能搞不好我們都還沒有熟悉 怎麼樣不管 全部都掉到最寫線沿海地帶 而且這個影片拍是有可信度的 為什麼 這是一個住在菲律賓的中國人看到說 欸 怕死人家 拔米 全部都掉到前線去 所以代表它是什麼 完真的嘛 你敢這樣去恫嚇我們的船 你敢這樣去殺害我們的船 我們第一時間馬上就把這些導彈 以及可用的人員 甚至是士兵 全部掉到沿海的前線 就是要跟你一絕一絲 你說菲律賓真的火了 而且剛剛講的是 菲律賓的參謀同堂 在這一時間馬上就太忘了那個 大拇指被割上 他說我們這個仇一定要爆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這叫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為當時其實有六艘補給船 準備要過去 不 它不是拇指 它連石子也被砍了 對 沒有錯 而且它是用夾的 各位 等於說你想想看 如果是這種夾斷 或者是砍斷斷 那個手會有多疼痛 而且他們總共有幾個人受傷 有七個人受傷 而且你知道中國他們陰險在哪裡嗎 他刻意為什麼要用刀 用斧頭像八加九一樣把你打爛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動槍啊 不敢動槍 他不敢開第一槍 對嘛 我不開第一槍對不對 你菲律賓如果忍受不了 開我們槍我們可以幹嘛 我們就可以主張 是你先攻擊的 就可以用槍支嘛 因為奧斯丁曾經講過 誰在南海開第一槍 就等於說會準用 美飛共同防禦條例 你只要中國敢開槍 美國就敢常去執入 美國就敢進來 結果他不敢開槍 對 所以中國是怕美國 各位 它怕料死 但是呢 它又想像小混混一樣嘛 尋釁知識 我不敢對你動槍動刀的 但是呢 我還是故意要去給你 但各位啊 為什麼講 布拉末斯這東西 是動聲歌 因為第一 布拉末斯是新購的產品 第二 這個布拉末斯飛彈 你知道它可以在哪裡發射嗎 不好意思喔 寶貞哥 Everywhere 它哪裡都可以發射 空中可不可以 可以 陸基型可不可以 可以 海上可不可以 潛艦可不可以 都可以 它陸海空間潛艦都可以 對 而且再來它的射程呢 300到500公里 各位我們不用講加長型 因為最近呢 他們印度才是俄羅斯研發說 如果未來的增長型 你知道到多少嗎 650公里喔 那打的就可以圓喔 再來它是什麼 超音速導彈 它隨便一發呢 都是2.5馬赫 所以如果說未來 這些中國的船隻 在這邊動嚇 甚至是有更進一步的 新的行為 你想想看喔 它把這些所謂的 布拉末斯導彈 全部布在沿岸 只要你開第一槍 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直接給你應行反擊嗎 而且我們講喔 以前大家講說 菲律賓肯定喔 是因為有美國老大哥撐腰啦 在中國怕的是美國 各位你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一次 他們部署布拉末斯飛彈的同時 美國的兩艘航母 早就已經都撤走了 包括我們講的雷根號 所以現在中國的網站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怕我們了 我們要反過來看 我跟你講 中國它的講法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嗎 他說是因為呢 美國怕我們了 所以也不幫菲律賓了 把航空母艦全部通通撤走了 各位相反的 為什麼 因為代表即便美國的航空母艦都不在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是不是進行勇敢之論的進化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現在定期要巡航 早就已經停到關島去 而且之後要回到美國去 所以等於是說 中國是趁美國航母不在的這段空窗期 在尋釁知識嘛 因為我知道你老大哥不在嘛 所以你怕得要死 你還是怕美飛聯合寶 但菲律賓有沒有因為美國不在而軟下來 沒有嗎 沒有耶 美國不在我靠自己 我自立自強嘛 因為對我來講的 我就是要去進行啊 所以換言之 美國航母不在 我用我的布拉莫斯導彈 印度製的導彈 當作我的靠山 你如果中國 再敢做任何這種侵略性的行為 甚至去擂持一步 我都有可能 直接把這個導彈應聲發射 而且剛剛講的布拉莫斯是很準的 它可以在400公里距離內 精準打擊目標 對 這分幾個層次喔 因為第一個 它這個是經過實戰所驗證過的 就是說當印度這個導彈 他們在測試過程當中 它的命中度 可以掃查7成以上 換言之 它可不可以打到船艦 各位精準度 它唯一的差別是在於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打固定的目標 比如說你要打一個陸地 你要打一個基地 那就要求不高 因為不會動 但是海上的目標在於什麼 中國的船艦會跑來跑去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特別強調說 這個導彈的精準度之高 是在於說 因為它可以直接很明確的命中到 我們講的所有在移動的船隻 而行到所謂的恫嚇的效果 所以我們剛剛看的畫面就是 這兩天發生了 中飛的一個衝突 試駕中國的船艦 去包夾菲律賓 不但包夾人家的橡皮底 把人家的橡皮底給劃開 劃開就代表 你根本就要置人於死地 本來這件事情已經結束 你說這件事情 還沒有結束 才剛剛開始而已 當然沒有錯 因為我跟你講 它會持續的跟菲律賓去施壓去push 但菲律賓現在很顯而易見的 過去的狀況是這樣 就你push我的馬德雷3號 我沒有辦法運捕之後 我可能就摸摸鼻子 然後我再派幾艘 想辦法去運捕 但現在不是 現在因為水的衝突聲 以前頂多衝衝水柱 以前頂多打打水炮 然後船隻撞撞就算了 但如今這一把是 它直接登箭 而且傷到人 而且把它八把的槍枝 直接給沒收 所以對維爾貝爾而言 孰不可能 很有可能未來真的一觸即發 這個第一槍 它也敢開下去 好 觀眾朋友 我覺得我不懂就是 照理講 你現在美國已經給你 極限測試了 你壓力已經很大了 結果你幹嘛講 你還是跟菲律賓搞砸了 跟菲律賓搞砸 你說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以前在杜特地的時代裡面 美國是沒有那麼容易 想要用菲律賓的基地 你要用菲律賓的基地 要當著杜特地都拒絕 那你現在搞到現在 他說搞到現在 小馬克斯是 你要什麼基地 我都已經給你 而且你說恐怖的是 當這個菲律賓的基地 真的有美軍進來了以後 剛剛講 整個南海 完全都在菲律賓 跟中國的控制之下 剛剛講到說 這個布拉莫斯的400 再加上我的提風的飛彈 它等於是你 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 你在南海所有的東西 都在我的射程範圍內了 事實上沒錯 其實以前在2000年之前 其實美國在菲律賓 它有比如說蘇比克灣 克拉克空軍基地 但是這種所謂大型基地 容易引起當地居民的反彈 後續其實菲律賓 美國人說真的趕跑了 但是美國現在又敲敲回來 什麼敲敲回來 就是說他們化整為領 就化整為領說 其實現在這種小基地 英文叫所謂蓮花基地 什麼意思就是說 蓮花基地 在一個池塘內 蓮花一朵一朵的開 這種小基地小歸小 但是它比較不容易 引起當地居民的反彈 但是你不要忘記說 其實這些小型基地 它的資源能量也是很大的 為什麼很大的 就是說現代化的基建 它都需要基地去整補 那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些基地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巴拉旺 那個所謂的空軍基地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巴拉旺旁邊 就是所謂的南海嘛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說 在巴拉旺旺基地 有空軍 美國空軍的基建 在那邊做巡邏增補的時候 中國的壓力是多麼大 那不要忘記了 其實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他之前千里迢迢 居然訪問了菲律賓 不是訪問哪邊 馬里亞不是 居然去訪問巴拉旺 當時候呢 就是跟菲律賓談要基地嘛 我要巴拉旺的基地 那個新聞就是說 這樣延伸出來說 其實就是說 美國派遣副總統賀錦麗做什麼 去訪問巴拉旺 巴拉旺其實是說的 滿荒涼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你看一個 美國的副總統 跑去那邊做訪問做什麼 就是做基地談巴拉旺 基本上是 現在美國的整個想定裡面 已經從北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菲律賓以前還不穩 現在完全已經拉到了 這個所謂的 美國的這個陣營裡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現在跟台灣 我們兩邊都有MQ-10 在無人機上面 出現了一個高低搭配 而且我們也提過說 在這個地方 在日本有12次 在台灣 我們有四種的飛彈 在這邊我有提風 又有布拉姆斯 我等於是有七種飛彈 完全衝著中國而來 其實我們要想一下畫面 就從第一島鏈 譬如說沖繩 你畫一個圓圈 我們叫扇形打擊面 譬如說 日本的12次飛彈 我們到這邊東部 你畫 比如說熊二熊三 畫一個圈 就是颱風抱不進那個範圍圈 然後你在旅宋北部 再畫一個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射擊範圍 都代表說 反艦飛彈的射程 那換句話來講說 然後整個第一島鏈呢 都處在 就是說美國準盟邦的一些 反艦飛彈的射程下 那不管你中國的艦艇 要東出第一島鏈 還是說你要威脅南海的話呢 其實各國呢都有所準備 因為其實不要忘記了 其實各國的艦艇 都其實很怕 地對艦的反艦飛彈 這個很重要 好那預備 為什麼要給菲律賓MQ-9呢 其實應該來說 其實菲律賓來講 其實以前軍備 說真的比較不強 然後其實美國看到這個態勢說 其實你日本有了 台灣有了 那其實我再給你 幫助你菲律賓MQ-1 至少可以讓你幫我 美國守住第一島鏈 至少你可以監控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談到的是 中國跟菲律賓在南海出現的衝突 而且中國非常惡劣不講武的 四台的這個所謂的戰艦 包抄了一個菲律賓的下面艇 上去拿著斧頭拿著棍棒拿著匕首 打砸搶 打砸搶以後還把人家的這個 所謂的步槍給搶走 當時想說那菲律賓就怎麼辦 鼻子摸摸就認了 沒有喔 現在才知道說原來他當時馬上 已經動了布拉莫斯的導彈 他是可能做反擊的 而且我們現在才知道 他現在這個導彈 這個主要講的這個機動車輛 是跟台灣的海風大隊學的 對吧 那跟我們講 制裁八九唯一的做法 就是你拿出更大把的噴子 他就會嚇著屁滾尿牛 所以菲律賓現在馬上採取這個作用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講說為了仁愛嬌 他們發生海上衝突的時候 結果我們要想到就是在夜半喔 第一時間馬上調動了三台車輛 突如其來在路上跑著跑著 第一時間他還想說 是到底是什麼車輛 為什麼要掉到前線 後來仔細辦才發現 原來這就是菲律賓的布拉莫斯飛彈的飛彈車 而且這個飛彈車 你知道跟誰一模一樣嗎 就是我們在最近是不是台灣 我們講熊山以及海風大隊 飛彈車是不是頻頻在我們沿海跑 就是那裡有同一套系統 因為他都可以做為地對艦的飛彈 也就是說你現在的船隻在我這邊跑來跑去 或是你這邊飛機在我這邊跑來跑去 我是可以把你打下來的 我現在這個熊山 我是一個機動車輛 我來無影去無蹤 我隨時佈置 我隨時攻擊 你防都防不了 對沒有說因為菲律賓 它總共有三套 我們講的布拉莫斯的這種飛彈系統 而且他們有飛彈車 他們飛彈車的特別在哪裡 跟台灣的這種我們講海風大隊一樣 第一它機動性高 等於就是說 因為你船艦是隨時在移動的 你移動到哪裡 我透過我沿海 包括我的飛彈車以及我的雷達系統 我只要鎖定之後 你走到哪 我盯到哪 因為飛彈車的好處在於說 它臨時就可以在現場 又好幾個小時之內 馬上搭建成一個飛彈陣地 這是什麼 陸對海 也就是我用反艦飛彈 把你這些船隻通通給鎖定 再來第二件事情 這個菲律賓的這種布拉莫斯飛彈 它雖然是跟印度買 但它是有改良版 改良版在哪裡 它原本印度它是屬於這種三管孔 也就是我一台飛彈車 可以載三顆的這種布拉莫斯飛彈 但是我菲律賓的是在兩顆 所以我的體積更小 我靈過度更高 我走到打到了 而且各位你不要搞錯 布拉莫斯飛彈 你知道它設計來幹嘛嗎 它殺傷率最強在哪裡嗎 就是反艦 因為它有一個綽號叫做 打艦隊的 空中眼鏡蛇 你說宇雪 到底是什麼空中眼鏡蛇 因為當它發射之後 你要知道這個布拉莫斯飛彈 的確它有說我們講 三馬赫以上的速度 但是它的射程雖然是三四百公里 但它在到海面的時候 它會幹嘛 它會到十公尺的時候 突然開始平行 它會開始移動 移動就像眼鏡蛇一樣 對 所以你很難去鎖定 抓不住它 對所以它可以精準的打到敵人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抓不住它 那你說為什麼菲律賓要這時候 把這些東西 如同我們台灣的海豐一樣 各位 海灣為什麼最近海豐大隊 大家講頻頻在路上是看到 因為共箭不斷的騷擾 那你可想而知 因為中飛彈他們現在 我們想遇到這種八九四線 拿著斧頭拿著這個刀 然後不斷的砸玻璃 甚至把人家的手指頭給弄斷了 那請問一下 接下來還不會再發生 當然會再發生 當然會發生嘛 而且會更加激烈嘛 所以可想的是 因為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菲律賓有這麼強 菲律賓居居然把布拉波斯都拿出來了 當然菲律賓是一個強暗民族 保留給我過 那菲律賓是強暗民族 當然是 我過去我曾經也去過菲律賓 那你知道他們對於這種 第一個 包括他們所在地 不管住得多差 不管住得多亂 甚至是在小島上 太無所謂 沒有水太無所謂 因為這是我的國家 這是我的領土 我堅決就要死守在那邊 所以你說 像當時中葉島本來是台灣的 本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後來因為一個颱風 我們離開了以後 菲律賓站上去 菲律賓站上中葉島的時候 剛剛講我們的太平島還有水喔 對 中葉島是沒有水喔 在沒有水的狀況下 他們居然可以蓋小學 居然有人可以上生活 你誰說的啦 根本不如講馬德雷三號 馬德雷三號 你叫台灣的菲律賓哥去試試看 對 這一艘破船然後卡在那邊 他們也可以死撐在那邊 你要懂喔 我們講中葉島為什麼小學 代表說我生在這邊 長在這邊 我叫他死守在這邊 所以對菲律賓的人 他們是民族性格之強 因為我曾經去採訪過 你知道嗎 他們只要有一個不滿 是抗議他們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舉個棋子這樣回味 他們不是 直接把那個人的肖像放在那邊 用火燒 火就燒給你看 他們是非常剛烈的民族性格 所以對他們講 中國即便說再三步步進兵 因為現在美國兩艘原本的 我們講雷根號 航空母艦其實都已經撤離菲律賓了 理論上來講 菲律賓現在沒有底氣 講話應該小聲一點 結果不是 講話更大聲 我拿著我的飛彈車 就對著你中國艦艇 你膽敢再來犯雷遲一步 我絕對跟你拼命 好 國民 也就是當衝飛在海上 發生衝突的時候 另外一個畫面就是 布拉波斯的飛彈車開始在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裡你說 這跟我們的海風大隊非常類似 我們的海風大隊就是帶著熊山飛彈 當你的船隻在我們附近 跑來跑去的時候 我們的熊山飛彈是可以隨時鎖定 隨時的發射 而這一套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菲律賓 跟我們是類似的 是的 所謂機動飛彈發射車 就是讓對方都摸不到邊 就是說你即使得到我的飛彈發射車位置 你又不知道說他第一次跑去哪裡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其實菲律賓近期經濟狀況不好 但是他買了這三套布拉波斯飛彈 花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3.75億美金耶 就是說菲律賓 100億台幣 對 花大錢去買了這三套布拉波斯飛彈 其實菲律賓跟印度買了兩年 直到最近4月底才慢慢交貨 交貨之後呢 沒想到6月 2月之後呢 就把新貨拿出來用 其實可能還沒有成軍 但是不管 反正說 菲律賓就把 所以你說 今天如果布拉波斯能夠上街 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 因為我才剛剛拿到 他一定有成軍 我還沒搞清楚 我就告訴你說 我有這個東西了 就告訴你說 我想用 就是說我可能會用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其實 在所謂的 我們叫 之前 我們跟中飛衝突以前 其實菲律賓海軍 他是沒有反艦飛彈的 那其實 陸陸續續 其實美國或韓國 慢慢的給它反艦飛彈 但是呢 都是次因素的 沒想到說 印度人更狠 更狠會說 給你三倍因素的反艦飛彈好不好 這個布拉莫斯是印度做的 對 他有很厲害嗎 印度做的很厲害嗎 印度做的很厲害 因為其實它是司法 跟俄羅斯合作 那俄羅斯合作呢 他開發這個布拉莫斯飛彈 那是脫胎於 前蘇聯的P-800飛彈 那其實 P-800飛彈 但是其實印度 他有他的想法 他是說 我把新的東西給了飛兵 讓你顧守南海之後呢 其實中國的艦艇 就比較少會跑到印第王去 所以其實 印度政府呢 他有他的私心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他都戲稱 譬如說 菲律賓以前從沒有 海軍從沒有反艦飛彈時代 跨足到超音速 而且是快逼 三倍音速飛彈時代 其實就是 印度政府 讓菲律賓有一個做 有一個什麼 可是我很好奇 雖然這三倍 那也是2.5馬克到3馬克 他的速度非常快 可打得準嗎 威嚇力夠嗎 其實當然夠 夠 跟軍艦怕反艦飛彈 那其實戰盡的怕地對空飛彈 的道理是這樣 其實你只要部署在周邊那樣 其實對方的艦艇 探測得到 其實他就會避讓 所以其實你看嘛 比如說像中國的航艦 他都好像躲在我們的反艦飛彈 的射程之外 他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這太誇張了 欸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對 真的撞上去了 而且這個真的撞上去 以前都是大欺小 中國去撞人家 結果現在 去菲律賓主動去撞中國的船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 中國跟菲律賓的這個 雙方海警團 他們真的撞在一起了 抱歉這個而且還有畫面存在 你看還有空中畫面 還有下面還有這個 相關船隻上面都有畫面 而且故意撞的 他們有一個SOP 你看準備要撞上來 現在準備拿浮標出來了 那個是菲律賓的船隻 古董的菲律賓 在對面拿著這個攝影機的 是中國的這個船隻 可以你看後來菲律賓 他也出動一個大型的這個 攝影機在這邊 也就是說雙方要 你看大型攝影機也來了 雙方要撞上去的那一刻 雙方要撞上去的那一刻 都會拍下來 雙方都出動這個攝影機 拍把所有的這個插狀 怎麼撞到這個事故的這個過程 完全拍下來 為什麼 雙方都中國是要拍的 來純作這個 未來要指控菲律賓的這個狀況 菲律賓把它拍下來是 我們要大外宣大內宣 你看我們菲律賓 我們也敢去撞中國的船隻 雙方真的就撞了 這個真的是 你看真的是真槍實彈 撞上去的一個狀況 而且不是撞這一次 撞了兩次 這是你看 這是中國的海警船 在這個地方 這是菲律賓的巡弱船 兩個撞在一起 不是只有這樣 你看中國海警 如果你仔細來看 中國海警的四個字 四個字在這個地方 這是中國的船 這是菲律賓的船 這是菲律賓的Costcard 沒錯 他們兩個真的撞在一起 這是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 這是在什麼 這是在這個馬德雷山 附近這個地方 他們要去菲律賓的民間的補給船 這是中國的這個海警船 你看他有水炮要打他 打他之後他不管你 他就靠近你撞你 因為你水炮有一個距離 但是我撞你 你絕對沒辦法怎麼樣 他就去撞他 所以他們事實上 連民間都敢撞 民用船敢去撞中國的這個 執法的這個船隻 然後這個菲律賓的海警船 也敢去撞中國的這個海警船 甚至最近呢 這個菲律賓還說什麼 他們出動一個這個 他們的這個 Gabriel Silent號 這個號是 進海巡邏艦 他說他們準備在菲律賓北部 這邊巡邏 巡邏之後他們準備要攔截什麼 在附近出沒了 中國科學調查的船隻 所以就說他現在跟你來應的 好那為什麼來應呢 因為主要是3月4號的 馬可思到澳洲去訪問 小馬可思到澳洲訪問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 還有這個主權 還有權力 還有管轄權 照照護士的時候 菲律賓將予以反擊 所以等於說我要反擊 很強硬的做個說法 他就真的撞上去了 不是 他現在要撞上去 而且準備攔截中國的船 對 所以他們撞了 然後準備要攔截中國的科考船 所以事實上菲律賓是跟你來應的 那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這個底氣 抱歉 這個所謂的這個巡邏艦呢 這是日本給的 另外美國現在顯然也在 背後給他當靠山嘛 對 有美國 日本這兩個大靠山 我當然就不怕中國 我就給你撞下去 所以事實上菲律賓現在 南海的主張 還有他們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態勢 是真的非常強硬的這個主張 所以剛剛看到不是只有 菲律賓的海岸巡風隊 剛剛講的馬德雷3號 他還是停泊在人海礁上 停泊在人海礁上 他還是需要菲律賓的運捕船 就沒有想到 運捕船我要去運捕馬德雷3號 受到中國海警船的主腦的時候 他居然二話不說 直接衝撞上去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這是3月5號兩支船艦 這是中國的這個執法船 跟菲律賓的執法船 撞上去的這個畫面 你看中國的這個船 中國的這個相當執法 他們沒辦法做什麼 他們只能看你撞上來 因為你看他們事實上 中國只能被撞 撞上來 那你菲律賓的 他們也知道說撞上來 可能雙方會有一些 相關的這個狀況 你看他們馬上就把浮球丟進去 撞的這個瞬間 你看都有影片 影片都拍出來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中國那邊呢 都沒有任何的這個作為 只能夠拍 那菲律賓也這樣做 所以你看 事實上現在雙方當然 各執一詞嘛 中國罵菲律賓 菲律賓罵中國 雙方這樣子在罵來罵去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以前都是別人指責 中國用危險不專業的方式 來直接碰撞 現在是中國批評菲律賓 是用危險不專業的方式 故意衝撞中國 所以事實上現在 中國海警團是束手無策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嘛 他們要去馬德雷山要運捕 你看這就是馬德雷山運捕的船隻 就這樣喔 民間的船隻喔 這看起來沒什麼武裝嘛 對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 因為這個中國不讓你去 中國不讓你去 你看他們就用 出動兩三輛這個海警船 去給你用水炮攻擊你 圍捕你耶 對 結果他就說因為好 我這樣子跟你有點距離 我被你噴到 沒關係我就靠近你 靠近 撞你 你噴不到了 你也不敢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說 怎麼你敢這樣做 而且剛剛看到 兩個中國海警船 在以水炮攻擊菲律賓運捕船的時候 對 美國有出滅喔 是 美國有警告說 這種狀況太危險了 根本不希望你發生 對好 那事實上 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這樣 這個菲律賓的這個補給船 你如果仔細看來說 他後來因為這個 中國海警船圍著他嘛 他後來就迅速的離開 因為他的這個 可能比較輕 然後可以速度比較快 尤其他有往你的反方向 你看他在他上面這一台是 海警船 海警船如果你仔細看 他是逗退路在跑 也說因為你往這個下面 往這個鏡頭這個下面這邊跑的時候 你看中間那一艘就是菲律賓的 這個所謂民間補給船 往下跑 可是你看中國的那一艘海警船 他其實 箭手是在上面 他也跟著你逗退路 用逗退路的方式來追著你啊 所以他等於是說 突破你的這個崑崑的這個封鎖之後 我就跑掉 往你的反方向跑 所以現在南海有很多這種追逐的動作 好 那你看事實上 這個追逐完成之後 結果後來因為他往南跑 那你這個箭手在這個地方 你逗退路畢竟比較慢 畢竟比較慢的時候 後來被他逃開 台灣之後他就順利你看 抵達馬德雷3號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說我們任務完成了 他到馬德雷3號 對 你看任務完成了 他全程拍下來 對 你看任務 Mission accomplished 你看你就用這樣 來到這個地方了 補給完成了 就這樣 你這等於是公開對中國洗臉嗎 而且他把整個影片都PO出來 影片PO出來 雖然你用水泡來等到我 你雖然來撞我 我還是完成任務了 你看他就在用逗退路的 這個海警船是逗退路這樣子 跟你這樣正面的這樣速度 當然比較慢 後來就被他掏開了 然後他就完成了這個 整個補給的這個任務 所以他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菲律賓 他在南海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而且事實上 現在的馬德雷3號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之前的馬德雷3號是這樣 很舊很爛 爛破舊 都神秀了 沒多久就會可能 搞不好會坍塌 中國原本想 好 我就讓你放在那個地方 反正你維持沒多久之後 你這個船你大概也不復存在 就變成中國 菲律賓就說 那我們要去整修他 所以中國過去的 都是想方設法 不讓你去整修 不讓你整修 可能問題是現在 你看從過去這樣子 現在變成這樣子 比較好了 而且你仔細來看 上面來說 已經有太陽能板 然後新地板都鋪了 還有海水進化的設施 還有電風扇 而且人數非常非常多 比以前的官兵來說 多了非常多 所以事實上現在 他們現在整一次 這個馬德雷3號 是完全更新的 而且他們現在還有一個什麼呢 他們從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背景叫做 這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要宣稱 這是我們的地方 所以去年的時候 開始整修之後 你看連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西部司令 還有參謀總長 都在這個上面來說 都登舰 然後就說這是我們的 事實上 我們不是說嗎 當時的菲律賓參謀總長 不是坐在船上 還被中國的水炮攻擊嗎 但他還是照樣要去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菲律賓 他在南海的主權上面來說 他對中國是寸土不讓的 一個狀況 而且菲律賓非常故意 剛剛講到 他設了這樣的一個網站之後 他定期去PO 我們在上面的生活 代表 這裡就是我們的 對 而且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菲律賓就開始 去黃岩島那邊 你來我家 我也要去你家 我就去黃岩島 中國宣稱黃岩島那邊 我就可以給你繞一繞 結果目前為止來說 現在中國人 他可能也害怕了 他沒想到在這個地方 他就弄一個 類似是這個 這個所謂 浮動的這個屏障 這個地方 浮動屏障他在做什麼呢 怕你太靠近啊 而且我要攔截你啊 對不對 就這個 對 攔截你不讓你靠近 那個狀況 所以等於變成這樣 變成雙方是 你看他就說什麼 我們可以假設 這些所謂 這個菲律賓官方的說法是說 這些所謂浮動的屏障 是要針對我們菲律賓的 公務船隻 因為他每次都發現 我們這個 這個蹤跡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裝設這個屏障 也就是說這個屏障是 原本是在 過去是 菲律賓要防範中國 現在是中國 也要防範菲律賓來了 所以那事實上 這個中國馬上就指責說 你這樣是侵犯我們的領土 侵犯我們的主權 所以現在等於是 這個菲律賓在南海上面來說 他也給你主動的 給你這個示威的這個狀況 他在南海的上面來說 當然因為我們美國的撐要 所以他對你中國是 毫不退讓一個狀況 而且我們這邊不講的嗎 羅斯福號 羅斯福號現在故意 導致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B52的這個轟炸機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展現我在這個地方的實力 不但在我這邊的實力裡面 我的美國航母已經清楚地 劃出第一島鏈 對沒錯 我們就講嘛 為什麼菲律賓那麼有底氣 因為你看 這是美國公布的這個相關的訊息 在3月3號的時候 羅斯福號 你看他還有包括說 像空中的這個 這個所謂加油機 還有他們這個編隊預警機 然後整個艦隊往南跑 往南跑是什麼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已經來到這個 菲律賓的這個 克拉克空軍基地的 外海這個地方 也因為有美國的海軍的這個 航空母艦在這個地方 所以菲律賓有底氣 你要撞來撞 不然美國的船 這個航空母艦在這個地方 船在大泥 對而且美國你看 航空母艦都會有這個 這個所謂預警機 預警機已經知道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沒有問題在這個地方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美國還做了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這個動作 我們知道目前為止 中國在兩會對不對 兩位說就沒想到美國居然 驅逐艦在這個時候 穿越台灣海峽 他們這個分人號 穿越台灣海峽 因為這個當然是 很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預警 或是很有跟你動喝的這個意味 這是分人號 對而且他們第七艦隊馬上就 還故意拍給你看 對PO出來說 我們進入了這個 從這個台灣海峽中線衝過 然後我們往東北 從西南往東北方航行 處於這個例行的戰備的巡弋任務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在 在南海局勢 菲律賓跟你寸途不讓 然後在目前為止 是中國的兩會期間 所以美國這些動作 美軍這些動作來說 當然是有跟中國挑釁的意味 而且菲律賓 馬可不是講假的 之前你看到沒有 他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導播我看 這個畫面非常有意思 開始習近平跟小馬可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還是校園主開 還認真的聽他講話 後來你看到沒有 導播這個畫面這個臉 越來越凝重了 越來越難看了 然後看都不看了 因為小馬可是當時就跟他講 菲律賓的領土寸土不讓 沒錯 事實上有沒有兩個人 兩個國家關係 從兩個領導人見面就知道 你看一開始要見面的時候 這是在去年11月17號 在舊金山的APEC會議 兩個一開始講還有說有效 可是馬可是馬上就跟他 嗆家了這個主權的問題之後 你看整個習近平的臉色相當相當難看 而且從這個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看過小馬可是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現在 中國跟這個菲律賓之間的關係 隨著南海情勢的緊張 已經不像是杜特利斯在 那麼緊密的關係了 好 體會 你有想到真的撞了 撞了以後是菲律賓 真的是菲律賓主鬥 去撞中國的船嗎 那你說撞這個中國船 有一個貓膩就是 這個船其實是日本做的 它背後有美國跟日本的影子嗎 對 其實每個月 菲律賓跟中國的船 都在南海不斷地插撞 每個月都撞 對 不是說只有這個月在撞而已 其實從去年 一整年大概每個月都發生事情 那下半年的話 你記得去年10月底的時候 撞了那一次之後 11月4號 岸田文雄馬上到菲律賓去 然後說要給菲律賓10艘船 那這一次撞的這個船呢 基本上就是日本在10年前的時候 給菲律賓的 那早就交貨了 那交貨的時候 其實正在測試一件事情 中國海警船看起來好像很大 然後呢都跟人家撞船 但是到底他兼不兼顧 那是一個問題喔 那因為為什麼這麼講呢 有時候虛有其表 不見得說你的鋼板是厚的 那菲律賓呢 它是橫濱造船廠做的 那這一艘船到了 橫濱造船 對 然後到了這個 雖然體積比較小一點的話 撞撞看嘛 看撞的時候 大概情況怎麼樣 因為很多東西要試過才知道 所以這一次來講 是公務船撞公務船 以前來講的話 還有一些隱會 比如說我的漁船去撞你公務船 你的漁船來撞我公務船 現在不演了 全部都是在公務船撞公務船 那這裡有一個貓膩在哪裡 就是說剛好菲律賓的總統 在澳洲訪問 而在澳洲呢 他也拿到承諾 也拿到2000萬澳幣喔 2000萬澳幣什麼概念 就大概是4億台幣左右 他說澳洲要協助菲律賓軍 改善什麼司法什麼東西 那個都不是問題 那個基本上就是協助海巡的 這個做法 那所以什麼意思呢 菲律賓的底氣來自哪裡 來自日本 來自美國 來自澳洲 然後接下來他再做一件事情 他要求馬來西亞跟越南 跟他站在一起 大家來共同面對中國 因為在前幾天的時候 其實越南也遭到 中國5901的一艘船 在那邊萬安灘在那邊騷擾 所以現在中國船 他不是騷擾我們的金門 不是騷擾台灣 他現在越南跟菲律賓都騷擾 對 都騷擾 那現在就引入所有國家 在介入這件事情嘛 你現在菲律賓來講的話 剛好就當做一個什麼馬前竹 然後後面來講 就好幾個國家擺正擺在後面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他有底氣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前幾天他也做一件事情 派部隊跑到那個黃岩島 把中國弄的那些所謂的障礙物 全部清除掉 然後今天來講 又下令他的海警船去撞 而且你知道 所有攝影機都準備好 那這不是說意外事件而已 他是刻意的擺攝 我要跟你撞我的SOP 我怎麼放這個幅頭 放這個幅頭 以後中國當然拿一個手持的 然後你看 我後面拿了一個更大的攝影機 在後面看著 對 那除了這個 在船上的攝影機之外 還有空中的攝影機 他可能知道說 我們這個密錄器沒有帶 但是他們來講 所有的東西都喘了 讓你知道說我撞船要怎麼撞 然後跟中國撞船也不要怕 所以菲律賓給大家一個 啟示什麼啟示 就是說我小船沒關係嘛 如果遇到這種大船 我就撞上去嘛 我為什麼 我捍衛國家利益 捍衛國家主權 我為什麼這麼做 所以相較你看到我們邱國鎮 說為了避免所謂的抵戰 抵戰嘛 但問題是什麼 你該去做這些事情 你就該做 因為你的底氣做出來之後 菲律賓民眾會在後面支持你的 他不是說 難怪美國之音講 台灣沒有這個所謂的軍隊存在感 是啊 那你今天如果 因為小船被撞了之後 結果小船翻覆了 接下來日本跟美國就會 強力介入了嘛 給你更大的船 你就跟中國撞撞看 所以你看到現在喔 其實日本來講 跟菲律賓其實都已經 在達成一個什麼東西 叫做相互軍事準路協定 我們知道說這些是什麼東西 日本跟其他的很多的 北約國家都有在做這些事情 以後日本的軍艦 也有可能會出現在菲律賓 所以你變成說 我菲律賓被欺負了嘛 如果我有小船 然後跟中國這樣撞船的過程當中 我要補充一下就是 今天我覺得台灣可怕 或者今天海巡速可怕是 你沒有策略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可是你知道 以前我們覺得 菲律賓好像沒有什麼 你知道菲律賓你看 他現在這個狀態 他是有策略 他是有謀略 他是有計畫的 是有策略有計畫 然後還有他知道說 用攝影的方式 糟告全球 糟告全世界說 你今天中國太誇張了 連運捕船都敢跟你撞 所以他們的勇氣在那邊 就是要捍衛自己國家的領土 他的勇氣都在那邊做給大家看 如果自己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嘛 天助自助者嘛 如果你自己國家都願意 這個所謂保護自己的國家僵土的話 那當然其他國家介入來講的話 完全沒問題嘛 其實怕的就是說你失落 你失落的情況之下 你又不知道怎麼去處理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你是非常軟弱的 所以這四個也太有戲劇會了 沒錯 兩個人握手的時候 表情還笑臉宜人 還非常的開心 習近平還非常認真的聽小馬克思在講話 可是講到南海問題的時候 習近平的臉就非常的臭 非常非常的難看 而這個時候 王毅竟然也加入戰局 而這個見面之後 我們看南海 南海就出事了 南海就出大事了 南海就開始衝撞了 對沒錯 前一陣子南海這個問題非常多的時候 他們這個說中國跟菲律賓雙方 希望說在APEX見面的時候 小馬克思跟這個習近平見面 可以降降溫嘛 結果降降溫的時候 寶傑你看這非常有意思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兩個人見面對不對 在這個APEX 滿臉笑容 兩個人都很開心 然後開心的時候 見面講講講 講到最後你可以看到 這習近平的臉色 你看從一開始笑 然後開始關注著他 然後你看整個臉色完全變了 變了之後 後來就跟著 後來寶傑看到 講到後面談崩了之後 他再也沒有正眼看過小馬克思了 看都不看了 看都不看他了 看都不看他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這個 期間裡面講到南海問題 兩個人意見完全搭不上了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 一開始菲律賓雙方笑容滿面 對 聽著小馬克思講話 臉越來越沉臭 臉越來越臭 臭到後來 整個臉就揪在一起 對 揪在一起之後 最後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了 對那他在會議中 你跟他講什麼 他說 現在的南海局勢 比過去越來越嚴重 他說 中國軍方對我們菲律賓的 這個 這個所謂 海岸線越來越近 而且在那邊建立基地來說 展現非常強大的興趣 然後他說 然後他講這個 當然是對他警告 對中國警告 對中國警告之後 寶傑你知道嗎 才會有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小馬克思 在兩個人會面之後 PO了這樣照片 而且他在選 選照片 你就選得非常有玄機 你看他選的是這樣 我對你講話 然後你在旁邊聽 聽得好像滿臉 臭臭 甘病的這個樣子 然後他會說 我對他 這個我們對南海碰撞問題 表示關切 然後努力制定防止類似的措施 只在降低 這個發生的這個緊張局勢 好那PO完之後寶傑 兩天後他講什麼 他在菲律賓講 正如我說的 我們會再說一遍 菲律賓不會將我們任何一寸領土 交給任何外國勢力 我們將堅持維護國家主權 還有完整 同時與國際夥伴密切合作 又跟你嗆聲 所以中國當然孰可忍孰不可忍 你看11月19號的時候 雙方已經談崩了 兩天後他在發表這個話 結果幾天之後 習近平在16月1號的時候 他說 我們中國海警必須要執行海洋法 並且打擊犯罪活動 以捍衛中國領土主權 這是對小馬克思的回憶 所以自此雙方就真是決裂 決裂之後就完全談崩 談崩的話你看 他們馬上你看 習近平 馬上就是還去視察了相關的武警的指揮部 好 那於是呢 他馬上視察了中國海警 對 所以為什麼這幾天呢 從12月9號到12月10號的時候 雙方會爆發在南海的 那種所謂 中國用他們 海警船 海警船呢 用什麼水槍噴你 然後還用什麼櫻波攻擊你 你看這兩艘海警船 對 水槍是中國的海警船 用水槍去打菲律賓的運輸艦 對 沒錯 你看看他們 這是菲律賓相關官員的 他們的視角 船上的視角 你看他們呢 他們就這樣噴耶 噴得還不錯 你看他們這些人也都 而且他們這一次沒有噴人 他們這次故意噴什麼 噴你的這個設備啦 把你的這個雷達 把你的通訊設備噴一噴這樣一個狀況 欸寶傑 他們就故意用這樣的方式 破壞裝備 而且這一次最慘的是什麼呢 寶傑 這一次在這個補給船上面 有菲律賓的參謀總長 他這一次就來了 他這一次坐在這一次的補給船 因為他想要去馬德雷3號 就是我們看到這一艘藍色的船 他本來他想要去馬德雷3號 結果他也被噴 你說中國噴的那艘船 對 有菲律賓的參謀總長 對 他就布朗內 布朗內將軍就在這上面 結果他被噴 他後來還是登上了馬德雷3號 但是你就知道他多氣 我是真的 我都坐在船上面 你居然還噴我 而且他還遭受到 被中國攻擊這樣一個角色 跟一個演練的狀況 所以 後面這個 就是菲律賓的參謀總長 對 他的參謀總長上去了以後 剛剛講的 整個船艦 全部合拍一張照片 對 然後他登上的時候 就是被攻擊 你看 我就講嘛 你看 這菲律賓這樣 菲律賓的船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用兩艘 兩艘同時對他噴 噴完之後 這一艘就是菲律賓參謀總長的船 對 被噴 被噴之後 然後他們還用什麼 他們旁邊還有民用船 民用船拉起這個浮標 然後把你阻擋住 所以等於是用非常多的方式阻擋你 那阻擋到之後 而且你知道 這個10月9號的時候 現在黃岩島這邊 他們攻擊的這個菲律賓的 補給船之後 結果被想到 一艘船的通訊還有導航設備 嚴重損害 結果 他就專門去炸他們 去衝他的設備 對 結果沒想到12月10號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到了 菲律賓海警團 還有這個補給船 還有他們的海岸巡方隊 要去這個馬德雷山要補給 結果被他有一 他們用高壓水爆噴 結果菲律賓有一艘補給船 這個失靈的 因為那個引擎被他弄壞了 被弄壞的時候 被拖回這個巴拉旺省維修 所以還有圍桿也被破壞 那弄到什麼程度 那弄到什麼程度 美國都出來警告 他就說 菲律賓在南海的軍隊 飛機或是公共船隻 如果遭受到武裝攻擊的時候 美國將啟動美飛共同防禦條 條約的承諾 所以蔡莫總統被攻擊 這某些人說 這個不是開玩笑 你居然敢這樣做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居然在上面高喊什麼 西菲律賓海是我們的 而且我們在看到這個馬德雷山號 才發現 這馬德雷山號 已經不是我們想像 只是一個破爛的船 到一個旁邊 居然在我們不知不覺中裡面 他已經放了太陽能板 而且這艘船上居然也有海水過濾設施 上面的官兵 要電有電 要水有水 沒錯 我們就講 這是他們菲律賓的參謀總長 來到這個地方 布勞納將軍 他的照片 我跟他講 他做的就是這艘船 這艘船你看 他真的被噴 你看這艘船上面 船在這邊 這是中國人噴他 另外一個 中國的船還撞他 中國船還撞他 對 所以他不只被噴 還被撞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參謀總長 沒錯 坐著這艘船 然後用水去噴他 還用船去撞他 所以他來的時候 你看 他來的時候 當然這些將軍 這些士兵都很開心 就說登上去 參謀總長來了 就說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西菲律賓海流 都是我們的 你看 結果參謀總長馬上就說了 這純粹是侵略 我親眼目睹了中國海軍 還有民兵的大型船隻 多次阻擋我們的道路 然後他用水報轟我們 然後撞我們 令人憤怒 他真的就 人就在上面 卻知道人家的參謀總長 對 他就在上面 所以他當然不可忍 所以他就講 那為什麼他們要 要補給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上接下來就是 菲律賓的他們很喜歡 過這個聖誕節 那聖誕節來說 他們這個 他們這一次補給上去 就讓他們過一個 好的聖誕節 但是你看 從照片上面來看 你覺得 馬德雷三號軍過去 完全不一樣 保健站 這是我們講 參謀總長跟這些人的照片 照片裡面 你發現要什麼 有太陽能板 也架上太陽能板 然後這個地板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地板就是被侵蝕 然後有點 重新整修了 重新鋪過了 鋪過之後 你就覺得整個船 而且你知道 他們還到裡面去拍照 那裡面拍照 你看裡面有電風扇 有電風扇 對 然後這邊來說 這邊看到說 這是什麼 這是一種淨水裝置 海水淡化 跟海水淨化的裝置 也就是說 這一艘船上面來說 已經變得不一樣 菲律賓不斷的整修 不斷的整修之後 而且菲律賓還弄什麼 之前菲律賓不是說 要尋求這個一億 一億批所大 約莫折二星那邊 五千七百萬去建設它 所以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菲律賓還說 我們這艘船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 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擁有 我們在改善這個一點 然後確保他們擁有 相樣的睡眠設備 相樣的餐點設備 還有互聯網 那未來呢 準備這個艘船 以後假設 菲律賓的這個漁船 在這邊擱淺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隨時去支援 這個菲律賓的漁船 跟他們相關受難的這個人員啊 本來我們就說 馬德雷三號風吹雨打 已經快要破損了 當時以為說 我只是拿水泥 把你鞏固在這個地方 讓你不會被沖走 就沒有想到 太陽能板也有了 對 浸水設施也有了 電風扇也有了 對 什麼都有了 對 而且還有簡單的 開刀裝置醫療設備都有了 開刀裝置都有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馬德雷三號跟過去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好 那不但是 馬德雷三號不一樣之後 那為什麼菲律賓 都沒有底氣 主要是菲律賓 後面美國都出來講話嘛 而且不只美國 那菲律賓最近一段時間 他跟什麼 菲律賓又跟什麼 法國國防部長有簽約 為什麼 他們要簽兩國士兵 進入對方的領土 為什麼這樣 因為不知道法國 其實在這個地方 他有非常多島嶼 在那個南泰這個地方 所以他也是南泰國家 那他也跟他合作 那菲律賓也跟美國 和澳洲簽了合約 所以那 現在也有美國 澳洲 菲律賓還有法國 至少四個國家同盟 那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 紐西蘭 英國 加拿大 都有可能會加入 所以就形成一個八國聯軍 這八國聯軍 互相聯合起來 就是要簽字這個 中國在南海相關的這個作為 對中國來講 八國聯軍是百年的恥辱 是苦大仇生 根本有講到 美國之音直接說 菲律賓是尋求新八國聯軍 聯合至終 對 所以他故意的 用這個八國聯軍來跟你說 好 那為什麼 因為澳洲也在這個地方 也感受到 那紐西蘭 日本 當然都對印太非常關心 那英國也是一樣 加拿大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新八國聯軍 他們就要對中國 發起海上挑戰 你看這是 Asia Times的這個報道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也沒有跟你客氣 你竟然擴充你們的島嶺 我們在中葉島 這個菲律賓的中葉島 我們以前台灣的島 現在被他們 南海第二大島島 他們現在已經跑道完成了 也就完工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上面還建了非常多的 這個什麼雷達基地 等一下 在中葉島 對 中葉島是還蓋房子 對 他現在開始蓋 蓋了什麼雷達 還有衛星設備 還有船隻交通的 相關的管理 還有海岸的這個攝影機 然後連他們國安顧問 都登在上面 他們就說 我們未來有一個島嶼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應對中國 純粹的這個霸凌行為 那除了這個 他們中葉島的這個 這個所謂 跑道的擴充 然後雷達戰的建立 還有相關的設施之外 他們美國現在出錢 他們在這個 對 因為在這個 這個馬尼拉 以北這個地方 有一個巴塞基地 他們要開 開始蓋這個 跑道的這個 改善工程 那這是由美國的 印太司令部出錢 出了2400萬 那目的是什麼 你看 黃岩島 仁耐礁都在這附近 我在這邊蓋個基地 那意思是什麼 在黃岩島旁邊 對 我可以快速抵達嘛 所以到時候 事實上美國現在 已經不只是這個 在後面當你這個巴股 他同時還出錢出力 在幫助菲律賓 好 提位 我們看到 這個大家沒有注意到說 在APEC的時候 居然小馬克斯 跟習近平有一個見面 而這個見面的時候 小馬克斯居然跟他講說 南海局勢比以前更加嚴峻 而且警告 中國軍方 對於距離在菲律賓海岸線 越來越近的島嶼 建立基地 開始 對我們產生興趣 他也講說 我們絕對 不會讓出一寸一寸的土地 結果習近平的臉 非常非常臭 臭完之後 習近平 就去巡視海警部隊 巡視完海警部隊 中國 菲律賓 開始兩邊 水炮攻擊了 對 不過中非之間的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由來已久 不是只有今年才發生 也不是只有在APEC這場上 才發生的 但是我認為 這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一個關鍵點 你記不記得之前我們討論過一件事情 菲律賓內部好像要搞政變 喔 就是親中派跟親美派 而親中派跟親美派 當時的下令說 所有部隊你千萬不能動 那個就是總參謀長 總參謀長 就在這艘船上面 補給船上面 登上 當時就是這個參謀長 對 他警告他的部隊 你們不要輕舉妄動 對 時間點就是在11月初的時候 11月初的時候 他警告完之後呢 下個禮拜11月中的時候 就是他們 習近平跟小馬克思見面的時候了 那時候我認為 在現場上 可能也在告訴 警告中國說 你要搞這邊是不是 要把我搞掉是不是 對 門都沒有 你告訴我我政權文得很 今天來講話 所以真正惹怒小馬克思的 不是南海的衝突 是中國可能有意圖把它給幹掉 對 你暗中支持杜特蒂這邊的人 還有支持阿洛玉的這邊的人 試圖要把我小馬克思幹掉 你中國門都沒有 而且你們現在要做這麼事情 也是把南海這個議題引出來 而小馬克思他在回菲律賓的路上 他不是去過境這個夏威夷嗎 對 他在夏威夷又提出什麼東西 我們乾脆東南亞國家 來搞一個這個南海行為準則的版本 我們不要把中國這個版本跟他談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東南亞國家 我聯合越南跟馬來西亞 我先搞一個版本之後 再來跟中國談 中國不是很生氣嗎 他搞不過完全沒有 中國參與的這個準則來講的話 無效 他直接就這樣講了 就是外交部的發言直接講了 所以南海準則沒有中國的份了 是的 所以這中間來講非常複雜 我夾雜著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就是 中國是不是要干涉菲律賓內政的問題 是不是有人試圖要把小馬克思推翻掉 因為小馬克思是親美派 對中國來講的話 好好的杜特地的政權 我們講好的開發 講好的東西到現在位置 都沒有任何進展 然後現在小馬克思一上台來講的話 開始跟中國來對幹 所以小馬克思是不是要被推翻掉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馬德雷3號這個補給的事情 我才不理你 而且現在小馬克思結合 剛剛講的八個國家 那當然來講最重要就是日本跟澳洲 還有美國這背後的支持 所以現在我們一直評估 中國是不是運用這個機會 來測試美國對於美非防禦條約的承諾 到底是不是會按照他講的 如果你要動到我的武裝部隊 或動到這個所謂的公務傳播的話 對 是不是就可能啟動美非防禦條約 那現在菲律賓也在測試美國啊 你跟我說好好的 是不是有可能會 你是玩這台玩假的 對是玩真玩假的 讓我參謀總長做上補給鍵 所以你說參謀總長做上補給鍵 中國一定知道嗎 那參謀總長做上這個補給鍵 是故意同時測試中國跟美國嗎 是 那你知道嗎 這一艘補給鍵它是徵用名傳 徵用名傳 我下面搞一個參謀總長 算是武裝部隊的頭頭了吧 那如果我受到任何傷害來講的話 是不是啟動美非防禦條約 不過中國它也很技巧性的 你看它噴水 噴水的做法 這種噴法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海景的噴水啊 在驅逐漁船的時候 通常都是噴所謂的甲板上的 讓你受不了 就像我們那個 驅離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那個方養鈴 不是坐在那個噴水車上面 噴水的時候 沖人用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次噴水呢 是噴儀器用的 噴它的引擎 噴它的雷達設施 噴它的通訊設施 也就是要搞破壞 搞這些讓現在的船舶 就是說菲律賓的補給船 讓它不能航行 不能再前往這個馬德雷3號 但是看起來這個中國的一個做法 沒有用處 因為它還是登上了馬德雷3號 所以中國這種海景 而且這次兩艦包抄 以前都是一艦對一艦這樣子 兩艦包抄顯然就是有備而來 那在APEC的場合上面 兩個鬧翻了 就中非之間也是鬧翻了 所以習近平來講的話 為什麼現在要跑到越南去 趕快去安撫東南亞國家 他也要告訴去破壞一個菲律賓 一定有可能跟結盟其他國家 來對付中國 所以現在從明天開始 習近平到了河內去訪問的時候 其實就東南亞在南海的部分 還有一個好戲可看